她是平時會突然帶一些歡樂給大家 是會令大家很開心的 我覺得在我心目中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所以一看到這個消息 都會有些迴響 心裡會不舒服 或者是希望她可以很開心地去到另一個地方 永遠懷念她 資深演員江漢前晚病世中年78歲 中華影圈近70年一生電視電影作品超過200套 導演有要求拍了第一個剪輯 她說江漢叔可不可以走快一點 因為時間上不太容許 江漢叔說好 一說好 那第二個剪輯 那第二個剪輯 江漢叔就為了配合導演的要求 她拿這個擔架就這樣走進去 當時全部人都爆笑出來 她會偶爾弄一些幽默去緩衝一下大家 因為始終拍廠 你知道一天拍廠十幾場戲 大家有疲憂 那偶爾會有這樣的歡樂 其實是令到大家都幾精神下 又幾開心下 在《烈火紅心》裏面 做江漢叔兒子的故事 就大讚老爸 是很好的前輩 說雖然合作時 不會拿手兒教演戲 但對戲時 江漢叔就會幫他入戲 真是當正江漢叔是老爸 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希望前輩一路好走 會好好記住她